给发现 而他们在逃窜的时候 竟然是不够危险 就从四五公尺高 也就是快要两层楼高的 车型地下道去往下跳 警方看到嫌犯这么勇猛 还以为他是武功高强 伸手矫健 结果没想到嫌犯就这样子 笔直的摔下去 摔断了双腿 下半身现在可能终身瘫痪 成语说狗急跳墙 但没想到小偷被警察追击了 连这么高的地下道 也是照跳独物 蒙之头的无形女子 和他的方性男友 就是最近常出没 中正纪念堂一代的原羊贼 锁定机车置物箱下手行窃 但这次踢到铁板 被埋伏已久的远警 逮得正着 那在我们发现 他们行窃之后 我们就予以为要 给他先行判来做逮捕 那逮捕的过程中 这个方性男性嫌犯 他可能因为本身 又有两条窃盗的通緝 那一直情绪之下 在追捕的过程中 就自己翻越 中正纪念堂 这个宁身南路的地下车道 然后跳跃下去 当时方性嫌犯 先是狂奔 穿越快车道 来到地下道边 竟然翻越围墙 用双手就这么吊挂 在车道正上方 距地面有四五公尺这么高 追逐的远警 看他驾驶十足 没想到嫌犯松手一跳 下方却传来一阵哀嚎 嫌犯已经双腿全段 倒在车道上 可能有瘫痪的危险 初步跟医院联系的结果 他是有腰椎 有一个粉碎性骨折的状况 另外大腿跟小腿 还有脚趾的部分 都有多处的骨折 这对鸳鸯贼落网后 警方起出多个名牌包包 都是他们伸手 从机车置物箱里偷走的 警方也呼吁 有被类似手法光顾的民众 尽快出面指认 那新闻黄海员 张立凌台北报道 另外台东县的北南乡 昨天深夜则是金船 有罪汉当街